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婚姻出问题,去找一个你的好朋友 他可能离得婚,生命充满了愤怒 觉得天下来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请他来帮忙 解决你的婚姻,跟他给你一点意见 各位,意思是说你的婚姻也不打算要了 这样我听爸爸在说什么吗? 以前我有个个案就很可怜 一个男性,离婚男性,刚好遇到一个女法官 那女法官就是被先生抛弃的女人 所以每个落在他案子里面的男性的外遇个案都被判得很重 因为每一个他的个案都是他想要报复他先生的一个方法 明白吗?各位,所以人脱离不了主关系 所以小心你所求助的对象 如果他心态是不平衡的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 好,那么你得到的意见,你自己必须筛选 你自己必须筛选 好,各位,我再讲个笑话 很多你们生病的人都喜欢去找很多的病友 提供你很多的偏方 你找病友提供你偏方 我开玩笑讲啦,你不要吵鬼拿油招 那各位,我不是说不对跟不可以 各位了解吗?所以赛斯讲过 生病的人,你不见得要问人家是病怎么好想 你要问一般人为什么健康 去问人为什么健康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宁愿你们不要去问任何治疗疾病的方法 我宁愿你们去问一般人是怎么 什么原因是他会健康 你去找你为什么会健康 你去找你怎么样能够把病治好 各位要求医师 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肺癌的学员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第四期肺腺癌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目前病情稳定 前阵子回去看他的医生 医生就跟他说 虽然你现在病情稳定 但是可能随时会再长大 随时会再复发 所以我现在推荐你一个 医院最新的一个免疫治疗的方式 那你去做做看这个治疗 然后回家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开始睡不着觉 后来有一天太太就跟我说 她说她有点知道 现在为什么你睡不着觉 因为在那个西医的 肿瘤科医师的认知里面 他觉得你只是 什么时候复发而已 你去找一个随时认为 你去找一个认为 你只是随时可能复发的医生 来因你的病 这跟恰贵铁油 多少种不一样 各位 徐氏现在在讲心态 你懂我一次吗 我不针对个人 我在讲心态 我以一个精神科医师的角度 在讲心态 你去找一个随时认为 你会复发的医生 在她的眼中 你的癌症是不会好的 她的眼中是没有疗愈的 但她的眼中 你虽然现在肺腺癌第四期 相对上控制的很好 可是她对你所有的思考 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 什么基础 你只是随时等着复发 你根本不会好 明白了吗 你去找这样的医生 来因你的病 你不是恰贵铁油断 那是什么 各位 你现在懂得 背后 基本心态的重要性了吗 各位要求第一次 你去找一个人给你的婚姻幸福 这个人根本认为 天下没有幸福的婚姻 你懂我刚才那个比喻 你去找一个人给你的婚姻祝福 可是这个人认为 天下没有幸福的婚姻 各位现在问题 不是出在西医的治疗行为 也不是什么化疗放疗手术的问题 是整个西医背后 对身体深深的什么 不信任 你任何得到肿瘤的人 你去找所有的西医的医疗系统的医护人员 他背后的主流信念是什么 你根本不会好 你去找一个根本不相信你会好的人 来治疗你的癌症 你不是找死吗 各位现在知道我在说背后的心态吗 你去找一个根本不相信你癌症会痊愈 身体会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的医生跟医疗人员 来治疗你的癌症 你不是自己去找死吗 各位听懂我意思 这个课案问我 徐师那我要不要接受接下来的免疫治疗 徐师会怎么回答他 你接不接受干我什么事 我既不会建议你接受 也不会建议你不接受 徐师要让你看到的是什么 背后潜意识能量的交换跟信念的运作 各位听懂了没有 如果你要找医生我甚至会建议你换一个医生 换一个愿意用西医来帮助你 可是他的信念是比较正面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去找一个相信癌症是不会被疗愈的 相信你复发只是迟早的问题的医生 各位 我开玩笑这样讲 你就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嘛 不是吗 来同不同意 同意 这是你们没有看到的深度 这是你们没有看到的深度 各位就好像我刚讲 你去找一个 每次都被男人抛弃的女人 给你的婚姻意见 你去找一个 你去找一个每次都被男人抛弃的女人 给你的婚姻意见 你怎么会去找这样一个人呢 你去找一个 完全不信任身体的伟大自我疗愈力的医护人员 来帮你做治疗 各位听懂了没有 徐医师对医学没有意见 我自己是医生 我要提的是什么 背后的心态 我要提的是什么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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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后来太太跟我说 其实是我发现的 我说你发现什么 原来在医治我先生的那个肿瘤科的主治医师 他从头到尾就不相信我先生会痊愈 他的内心的假设是 我先生早晚会复发 只是什么时候而已 所以他很好心的 各位记得 很好心的 要再介绍我先生很多的治疗方式 很好心的 各位他没有错 没有错 是整个思想系统出问题的 明白吗 是整个思想系统出问题的 各位 比如说我这样讲 ISIS的成员 可能他个体都没有错 他相信他的团体 认为西方世界是邪恶 而他们认为 我有报复西方世界 他们才会被肯定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人没有错 是人有了什么 偏差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要我从身心灵的观点 来看医学界 中医西医一样都是偏差的 明白吗 如果他不能回到正向的思考 不能回到究竟的理论 所以再次讲一句话很中肯 西医跟中医 随着他的科技的进步 他救的人跟害的人一样多 再次说的很中肯 甚至今天早上我看到一篇 医学文章 许多人在被量出有高血压的时候 血压就更高了 于是就开始真的吃药了 有听懂了吗 许多人在被量出有高血压的时候 血压就更高了 于是开始吃高血压的药 于是你就一辈子高血压了 因为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高血压永远不会好 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 你被植入了这个信念 可是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整个医学系统告诉你的 夹着其权威 明白吗 谁叫你相信权威 你活该 各位听懂了吗 在世心法是把权威当参考 最后是拿回自己的力量 所以各位 在世心法会鼓励各位全面反权威 我们没有要进行心灵文化大革命 明白吗 在世心法不会告诉各位 逢一必反 没有那么非理性啦 在世心法会要各位 不要再被权威全面的 取代了你自己的意见 把权威当重要参考 真正最后的力量在谁的身上 自己 你的明心见性是最重要的 考虑的悉尾 直至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